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世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 有俗 有您知道的 亦有您不知的 人间百态 难关 爱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觉力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哀啦 各位听友 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节前文 那上回书咱们说到 西门庆返回潘金莲房中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累坏了 所以说倒到床上 转身就是想睡觉 但是咱说小潘同志 哪能轻易饶着你呢 作为一个资深的性隐症患者 小潘同志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就准备把西门庆那话 是弄起来 好好的享受一番云语 那西门庆呢 最后也跟他说了 说那个药啊 就在那小壳之内 你拿出来 啊 这个 你要是有本事呢 能给我弄反应了 弄起来 我算你本事嘛 那于是呢 这潘金莲果然是向这秀内呢 就摸出这穿心盒来 打开一看呢 里边 药一共就没剩几粒了 我们想啊 这西门庆之前 人家是给了他不少药的 你看看 这也真的没轻折腾啊 整天没事办事的时候就吃上一阵 半事就吃上一阵 所以说这个身体的透支情况 我们也要看到 那小潘同志一看 说就剩三四粒了 这咋整啊 说这样吧 那于是呢 潘金莲也是取过这烧酒壶来 针上这么一盅酒 自己呢 是吃了一碗 还剩下这三碗 潘金莲一想 说以前你这西门庆 我就不用要 我扒了两下 或者说品杂两口呢 你就能起来 今天啊 这我看你怎么弄 你也不起来 那这样吧 药效不行 我就给你多顶点 那这个弄三粒 于是呢 就把这三粒药 就都给西门庆 喂抚下去了 但是我们讲啊 你千不该万不该的 你不能随便吃药吗 我们讲吃药这个东西 你是要遵医嘱的呀 但此时巧不巧了 这西门庆呢 也是醉了的人啊 这醉晕晕的 基本上啊 什么状态都没有 搞出来呢 基本上这情况上 你其实就在这个时候 你为西门庆吃香 他也不知道那是啥东西啊 所以说呢 闭着眼睛 是只顾把这三粒小药丸 全都吃下去了 所以说各位呢 小剧在这 是想有一句题外话 真心的告诉大家 各位一定要谨记 就说老话说的好嘛 这酒要少吃 是是要多吃 千万别在酒后呢 失态 因为酒后失态的状态 很有可能让我们自己 难以把持自己的所做 以及所为 那所以说呢 如果啊 各位真的是因为自己 没有勇气 或者说没有胆量 说在酒后的时候 做一些什么事 那我反而觉得 你需要靠酒精来麻痹自己 去做这种 好像不需要负责任啊 不需要自己这个 理智去承担的责任的时候 反而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啊 所以说想做什么 或者说真的想干什么事的时候 你可以趁着自己 没喝醉的时候去做 那叫勇气 你如果非要把自己灌醉了 说啊 我的酒状怂人胆 我在喝醉之后 才敢做什么事啊 才说什么 敢去表白啊 去这个去那个的时候 那个 在我们正常来看啊 那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所以说呢 喝酒这些东西 千万不要让自己喝多 或者说喝大 很多喝酒之后的那种迥态 确实是我们在正常的时候 觉得很丢脸的事嘛 再说呢 这药 因为是印度神油嘛 印度神僧啊 那个东西是很厉害的 所以说人家 这个送来的药 非常的好使 是不需要这一盏热茶的功夫呢 此时这药力 也就发起了这作用 于是呢 这妇人也是把那白绫带子 就拴到了西门庆的这根上 咱说此时呢 那话呀 是悦然而起 夫人呢 一看他 哎呀 这西门庆 说这个硬登登的 那自己呢 竟然躺在睡觉 说那你睡睡你的 我就拿你那玩意呢 当这个啊 这个这个情绪用品就好了 反正还有温度嘛 这个还有真人啊 这还在下边打着葫芦 于是呢 潘金莲是自己个故个的啊 就骑到了西门庆的身上 又取出这高子药呢 是放到西门庆的那马眼之内 啊 咱说呢 是顶入聘中 只顾呢 是来回的揉搓呀 咱说是那话 直抵包花窝里 绝和和然 浑身是麻酥酥 畅美不可啊 这个言表 于是呢 这潘金莲是用两手 就支着这西门庆 翘起这小屁股来呢 是一起一坐 一上一下的 那此时呢 那话也是啊 这个漏冷漏脑的 大战了 这一二百回合 开始呢 啊 这个怎么讲 嗯 还是有点这个色色的嘛 这个比较的干啊 这个没有起到润滑的效果 咱说过了没多大一会儿呢 过后是饮水浸出 稍粘着啊 就滑落进去 西门庆呢 也是由着他摆弄 只顾呢 是巴搭理他 因为这个时候 西门庆真的没什么精神啊 整个人就比较萎靡 比较颓废的那个状态 那咱说呢 此时潘金莲呢 这已经自己一人了嘛 就是说不仅仅是一人啊 而且呢 自己的状态非常的嗨 已经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 就以舌头呢 是亲于这西门庆的口中 两个人呢 又在那亲嘴扎舌起来 两个手呢 也是搂着这西门庆的 这脖子 哎呀 尽力的在那搂着 然后呢 整个脸 整个身子呢 就在他身上 极力的揉搓 左右的 来回的在那蹭 怎么讲 跟那小狗啊 这东北话叫起秧子 是吧 跟那起秧子的状态 就发情了嘛 那咱说此时西门庆 下面那话呢 是竹饼 叫浸墨之根 只剩二卵在外 用手呢 这潘金莲没事 用手还摸一摸啊 哎呀 觉得太好了 叫美不可言 此时呢 饮水是随擦随出 流个不停 这个状态啊 各位就要想想 这个蓝铃笑笑声 在描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他可能不会用到更细节的 或者说 更什么样的东西 而是给我们大家留下了 充分的脑补空间啊 各位就想那个状态 你就知道 这件事似乎有多么的美好了 再说呢 这边饮水也是随擦随出之后 流了个不停 一直呢 到了将近这五今天的时候啊 这基本上都快早晨了嘛 把西门庆就这么折腾了一宿 咱说此时呢 也是这五换金帕 妇人呢 也是一连丢了两次 这丢了两次啊 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等会咱再用现代汉语 简简单单单的翻译一下 西门庆是只顾不屑 什么情况呢 其实这个描述的啊 景色还是很美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说啊 这就是说 潘金帘啊 这下边出的啊 那个液体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已经湿透了五条的手帕 小潘同志呢 此时是高潮两次 西门庆呢 还坚挺着啊 坚决不这个一泄千里 就是这么个状态嘛 再说此时呢 这西门庆是龟头呢 越发胀的 犹如这炭火一般啊 袋子呢 套在上面啊 这觉得西门庆自己感觉不行 勒得慌 勾得难受啊 就命令这潘金帘 说你把那个袋子给我解掉 哎呀 这太胀 那于是呢 西门庆说不行啊 还胀啊 这个太难受了 下边憋的呢 不舒服 就命这潘金帘 说你这个别在上面坐着啊 你这个嘴口腔里的温度可能低一点啊 就命潘金帘是用口允知 咱说呢 这小潘同志 是趴服在西门庆的身前 用这猪唇是吞吐 吞过这龟头 只顾是往来不已 又吞吐了呢 大概这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啊 咱说此时呢 突然弹箭的管中是 啊 这个精液嘛 就猛然的一股是冒僵出来 什么状态啊 就跟那火山喷发一般啊 蹭一下的就喷了出来 小潘同志呢 就很激动 哎呀 大观人终于出来了 于是呢 连忙是伸上前去 用这嘴呢 在那完全的含住啊 就要接住这个东西啊 这个啊 咱说的蛋白质嘛 不要这个浪费是吧 但是我们讲啊 此时西门庆很夸张的 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量太大了 达到小潘同志 嘴向啊 去吞咽的过程当中 都反应不过来的状态 于是呢 顺着嘴竟然都呲了出来 流浆了出来 这么一个状态啊 当然这块 我大概用现代汉语翻译了一下 那基本描述的就是这个情形啊 再说开始呢 流的还是这个精液 等到往后流的就不是精液了 是什么呢 取而代之的是流的 竟是血水流了出来啊 根本就只杀不住 往外那么躺啊 西门庆呢 此时已经流血流到什么程度啊 整个人都昏了过去 潘金莲呢 也慌了 哪见过这个呀 对吧 这个 这个说女人呢 可能有时候见血不慌 但是你没见过这种情况出血吗 对吧 所以说慌的不要不要的 连忙呢 也是拿着红枣 说补气补血嘛 就给这西门庆赶紧吃了下去 咱说呢 这精进之后是血 血进之后呢 就是体内之气了 那搞得这西门庆呢 流了精 流了血 最后把体内那点气息 也全都透了出来 总算是过了半长时间呢 总算是止住了 潘金莲呢 此时也是慌作一团啊 这边搂着西门庆啊 就在那问 说我的哥哥啊 你说说你这心里觉得怎么样啊 什么状态啊 西门庆 哎呀 这个昏迷过去了嘛 但是呢 这个时候 昏昏噩噩的就苏醒过来了 醒过来之后呢 说哎呀 我这个头晕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潘金莲就问他 说你今天怎么了 怎么留那么多 这个经验出来 这什么状况啊 反正呢 这潘金莲是死活也不说 他给西门庆用药 用了三粒啊 你这个话哪敢讲嘛 那其实呢 这种情况啊 我们也应该认为是属于啥 你这肯定是属于一种极端情况嘛 你在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还不赶紧送医 你等啥呢 你等死吗 那咱说呢 这俩人反而是做了一件 非常蠢的事 转而呢 一觉是睡到了大天亮 那你没有直接去医院啊 所以说说这啊 这个小剧也是 在这生活当中 也真的有见到一些人啊 就是有时候 这有些反应 或者什么状态 没有及时的就医 过后呢 是悔不完已啊 那真是 后悔当初 没及时去就医啊 导致这个 错愕终生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呢 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 如果在身体 觉得有不舒服 或者说呢 有一些什么状况的时候 赶紧就医 因为身体不是儿戏嘛 耽搁不得 那各位呢 还有一点要知道 那知道什么呢 所谓叫一己精神有限 天下色欲无穷 咱说还有话说的好 叫什么呢 叫事欲深者 生机浅 这话啥意思啊 你天天把这欲望 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时候 你这人啊 离死也就不远了 所以说西门庆呢 这人是只知道 这贪淫于色 更不知道 这叫什么 叫尤枯灯灭之说 以及这随接人亡之事 那咱说呢 正是对应了 我们整个金平梅 开篇的时候 所描述的那句词 怎么说的 说叫二八家人体四苏 腰间障见 斩于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 按理教君 顾虽哭啊 我们看不出来 怎么杀的西门庆 但是天天的云雨 天天的男女之事 而且呢 每次都吃药 一次呢 三四个小时 正常人谁受得了啊 那也不是正常人干的事啊 所以说西门庆 这么着下去 不死 也就怪了 再说这一朽话呢 咱也没必要去提 单说第二天早晨 西门庆啊 还觉着像没事人似的啊 起来啊 这梳头 忽然呢 一阵是眼前头昏眼花 就往前一抢 差点摔倒 咱说呢 春梅在边上伺候着嘛 早是上前 双手呢 给西门庆扶住了 仗着是没拿这个 来狗枪屎 脸贴到地上 就没伤着 在这椅子之上呢 西门庆也是在那 仰坐了半上啊 才缓过这精神来 慌的 这潘金莲呢 也是连忙问他 说这个 只怕呀 你现在这个身体 是比较虚弱 要么呢 你就先坐着啊 你这个吃些什么吧 要不然呢 这个 你也没劲嘛 等你吃点东西之后 你再出去 溜达溜达转转 是吧 也不吃 别着急动啊 在这先僵养着 一面呢 是使得这秋菊 说你到后边啊 赶紧求这粥过来 给你西门爹 让他吃一点 这身体都不行了 再说呢 秋菊是走到后边的厨下 就问这孙雪娥 说你熬粥什么的了吗 爹呀 现在是这样啊 刚才呢 早上起来头晕 差点呢 摔倒 现在啊 就想吃口粥 能不能啊 赶紧的弄上一点 但不曾想呢 此番话就被吴月娘听到了 赶紧呢 是叫住了秋菊 就问他 你赶紧给我过来 你说是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 西门青差点摔倒 这月娘很着急嘛 那这秋菊呢 就把早晨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西门青啊 起来梳头 这头昏眼花啊 差点跌倒 这一事 跟吴月娘是彻头彻尾的 讲了一遍 月娘呢 这边是不听则已啊 听了之后 那整个人是魂飞天外 是魄散九霄 一面呢 吩咐这孙雪哥 说你赶紧给我熬粥 一面转身 就跑到这潘金莲的房中 前来探视 只见此时呢 这西门青是坐到这椅子之上 哎呀 就就月娘就问他嘛 说你今天怎么头晕了 西门青说 哎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刚才呢 就头晕起来了 这潘金莲说 是早晨呢 我和春梅啊 要这个往跟前扶着来着 是吧 这个要不扶着 差点就摔倒 这真摔倒了 就完了 现在这会儿 这都好多了 月娘啊 在边上马上就说嘛 说估计啊 是这昨天晚上 你回来太晚了 酒呢 可能你也喝的太多了 所以说呢 头会比较沉 所以说这晕呢 也正常 但是你得好好的将养 好好的调息了 这边呢 这潘金莲就说 说哎呀 这他昨天晚上上谁家 吃酒去了 怎么吃的那么晚呢 这月娘这边呢 说啊 这个他上狮子街 跟他五二舅去吃这个酒去了 所以说晚上才回来 咱说听到这儿呢 对于小潘来说啊 各位要站到潘金莲的角度 去想这问题 小潘此时肯定已经可以安心了 为啥呢 因为这样一来 对于他心里 其实已经坚定了一个信念 一 第一点 你西门庆出去 那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找谁呢 是找你吴月娘的亲戚啊 上那边去办事去了 去喝酒了 所以说出事呢 来不着我 就算说在我房里住一宿怎么样 不要紧啊 你前头还有别人给我垫背 那私底下的理由 你以为潘金莲不知道吗 潘金莲是明知道西门庆 不可能说就跟这五二舅去喝酒的 肯定是跑到那边呢 去找这王六去约会去了 所以说呢 就即便再因为什么吃药 或者说因为这个发生性爱 导致西门庆这身体历劫的状况 都可以对他来说是有话去解释 他有责任去往处推嘛 那对于小潘来说 自然是一块大石头落地了 因为他知道这个责任呢 我基本上已经洗清了 那咱说呢 这不一时之间 孙雪娥那头也是把这粥就熬好了 让这春梅呢 是拿了过来 打发这西门庆啊 就把这粥吃的 再说呢 这西门庆是拿起粥来 只吃了这么几口 觉得不行 吃不动了 不行 先先放着啊 我歇歇再吃 于是呢 把这半碗粥就放了下来 月娘这边就急嘛 就问他 说你看看 这个你到底是怎么了 有什么情况 你这个心里边什么感觉 你说一说嘛 西门庆说 我呀 没什么感觉 也没什么事 只是呢 觉得这身子啊 有点 虚飘飘的 也懒得动 还嘛 那这月娘说 说你看看 你都这样了 你要不这样吧 今天衙门呢 你就别去了 行不行 那究竟西门庆是选择带病坚持工作呢 还是选择真的在家养一养病调疆身体呢 咱们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